魏英进了酒室,就叫老板上了一壶好酒 艾英,你真的要喝 兰湛看着魏英熟练地叫着各种配菜,摆满了一桌 殿下,我敬你 魏英竟自到其酒来,唇香的美酒溢满了酒杯 艾英,会醉的 兰湛看魏英倒酒如倒水,怕他不会喝酒,不知深浅 殿下,我可从来没醉过,魏英把酒杯推到兰湛面前 不信,咱们来比一比 是吗?兰湛看着穿上男装,还真把自己当男人的小蝴蝶 低头轻轻地笑了笑 好,你要是能喝一杯,我就喝三杯 殿下说的,不准反悔 魏英拿起酒杯,一杯引进 兰湛没想到魏英真的喝了,也到了三杯 全都喝完了 殿下好酒量,魏英又给自己倒了酒 看好了,第二杯 魏英笑着又喝了一杯 一言祭出四马难追 兰湛无奈地又喝了三杯 接下来的时间,魏英一杯接着一杯 兰湛一开始还撑着 后来实在是喝不下了 阿英,不行 兰湛脸红红的 推开酒杯,真不能再喝了 殿下不许反悔 魏英微醉着站起身来 将酒杯凑到兰湛嘴边 殿下快喝,是真男人就干了他 兰湛还来不及说话 就被魏英灌了一杯酒 魏英灌了兰湛一杯酒 心满意足 殿下,你说,咱们谁是真男人 兰湛见魏英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猛地站了起来,将魏英压在墙角 你在真,能有我真 兰湛一下子扑过来 魏英煞时酒醒了 此时两人靠得很近 兰湛将魏英牢牢圈住了 魏英动弹不得 兰湛温热的呼吸打在魏英的脸上 魏英不知道是不是自己醉了 觉得身体有些酥软 心也跳得有些快 自然是殿下真 魏英看着眼前人浓密的眉毛 尖挺的鼻梁 原来太子殿下也长得很俊 哼,太子殿下难得像小孩子一般撅了撅嘴 随后蓝湛眼光迷离地往魏英脖子处慢慢蹭 阿英,你好香 魏英的心怦怦跳 正当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对方整个脑袋趴在了他的身上 殿下,魏英轻轻唤着 对方没有回应 魏英把人扶起来 蓝湛已经完全醉得不省人事了 皎洁的月光下 魏英背着蓝湛走在回府的路上 魏英走得有些吃力 没想到太子殿下看起来不壮 背起来还挺沉的 蓝湛一觉 睡到第二天下午才醒 蓝湛从床上坐起 完全想不起来 自己昨天是怎么回来的 小九 本宫昨天是怎么回来的 回殿下 昨天是娘娘扶您回来的 阿英 蓝湛摸了摸脑袋 小蝴蝶的力气这么大吗 今日太子未上朝 有些需太子处理的事务官员们写了折子 送到了太子府 蓝湛在书房打开窗 看到小蝴蝶一点都没有宿醉的样子 正在花园里溜达 蓝湛决定先把折子看完了 再去找小蝴蝶 卫英早上就醒了 太子一直都在睡 卫英为了让那人清静的多睡会儿 吩咐侍从婢女们一定要亲手亲脚 自己则在太子府别处溜达 转了一大圈 卫英回到了房门口 太子殿下醒了吗 娘娘 殿下起了 不过去书房了 哦 好 听到太子起了第一时间去了书房 卫英莫名有点失落 卫英继续在花园溜达 无聊地数着地上的青石砖 头一回对一个人起了挂念 明明昨天才见过的 卫英不喜欢这种牵肠挂肚的感觉 很是委屈 卫英转身朝书房走去 殿下 卫英推门轻轻进来 三月的春天似娃娃脸 说变就变 晴朗午后突然刮起了风 门一开 风吹得书柜上的花瓶摇摇欲坠 眼看就要砸到卫英的身上 爱英 小心 蓝湛飞扑过去 一把抱住卫英 花瓶在卫英脚边摔个粉碎 蓝湛抱着卫英 心跳了一下 她感觉到有什么东西 非常的不一样 她摸着卫英的背 在逐渐地证实自己的猜想 殿下 卫英被蓝湛搂得太紧了 也有点慌张 别说话 蓝湛府上 卫英背上的每一寸肌肤 每一处骨骼关节 紧紧抱着 似乎要把卫英揉进身体里 蓝湛体味着怀中的每一丝触感 在卫英耳边轻语 让我抱抱你 良久 蓝湛放开了卫英 殿下 卫英见气氛有点凝固 有思坠坠不安 阿英 蓝湛细细看着卫英的脸 昨日 我见你头湖颇有天分 改天我教你射箭如何 好 卫英见蓝湛 带着像往常一样的温柔 只是多了一分说不上来诉讼 一时不敢反驳 一时不敢反驳 小蓝湛炎 小蓝湛 是 monge